第二十二題 右途为一辆汽车在笔直公路上行驶的速率V与时间T的关系图 若汽车的质量为两千公斤 则在二十秒至四十秒期间 汽车所受的合力大小为下列合者 汽车所受合力大小的公式是牛顿第二定动定律F等于MA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加速度A 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变化 题目我们说二十秒到四十秒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VT图是一条斜直线 表示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用二十秒跟四十秒注意待 而用图上有告诉我们的 零秒的时候速度是五十 五十秒的时候速度是零 这样算出来加速度跟二十秒到四十秒是一样的 算出来呢是负一公尺秒平方 所以我们的质量是两千公斤 加速度是负一答案呢就是负两千 这个负号代表的是方向 表示加速的方向与速度的方向是相反 题目是我们问合力的大小 我们所以不需要管这个负号 不需要管方向 只要管大小 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汽车所受的合力大小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择是B两千牛顿 我们下车的谈订阅 我们下车的谈订阅